梦幻海洋爆米花 哇塞这颜色真的太好看了 这小蓝猪的太美了 哇塞 从姐姐家要过来的糖 做一锅海洋爆米花 这颜色太好看了吧 这颜色 哇现在这个糖都长这么漂亮吗 颜值也太高了 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小当家呀 就是挑战各种中华美食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挑战一个海色的爆米花 不对挑战一个海洋爆米花 你们给它起个名 你们想一想它叫啥名 给我起一个美轮美奂的名字 来给你们进去看一下 给我想一下叫啥名 好继续搅拌 搅拌均匀啊 然后我教你们怎么做 来先从先来点漂亮的糖 然后再放入咱们这个 奶香爆米花三合一的 糖油玉米粒都准备好那种 然后呢开火 然后我们倒进去之后就开个中火 开中火呢之后呢就不停的搅拌 搅拌一定要均匀啊 均匀的话你做出来的爆米花 才是圆形的 要不然容易糊 而且还不是圆形的 看到了吗 看到一直搅拌到这个糖 开始融化 玉米粒开始爆开一颗的时候 你就可以盖上盖子了 相当的简单啊 你们猜一下能不能成功啊 哇塞这太好看了 这颜色 哎 什么情况怎么变成绿色了 天啊 我的蓝色爆米花呢 我的海洋爆米花 难怪你们发现了没有 难怪就是我们每次看大海的时候 表面上看的时候 它就是蓝色的 然后当你一一潜进去 又发现哎 海洋竟然是绿色的 是这个原因吗 就是表面色蓝 内心是绿色的 是这个意思吗 来爆开了开始晃过 又有一起又起一堆默默了 哎 这个糖啊 为什么会起这么多默默呢 真的好奇怪啊 让我们拭目以待 给大家做一锅海洋爆米花 看到底能不能成功 太多默了 真的 还有啥可以做爆米花的 在评论区告诉我 哇塞 哎抱得老圆了呀 哎 这锅肯定老成功了 然后我们轻轻的画一画 哇 太香了 真的老香了啊 味道 另一顿的一下就上来了 好香了 哇塞 一个糖啊 太奶了 好香好香了 这也太香了吗 来干活 哇塞 这也太成功了 来 来 那一梦花蓝色海洋爆米花 当当当当 爆米花是挺成功 但颜色呢 是不是呀 也太香了 蓝油 足够了 我已经操作了